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一小子剪纸频道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道豆腐牛排 需要准备一些豆腐、西葫芦、火腿、红椒 其实配菜都可以根据喜好改变的 首先把一块豆腐放在小碗中捣碎 不需要捣得太碎,有一点颗粒感更容易做成牛排 把准备好的配菜切成小丁,依次放入豆腐当中 配菜切得越碎越好,切的时候要小心手 搅拌均匀之后,加入盐、胡椒调味 最后再可以加入小勺淀粉,增加粘性 接下来就开始做豆腐牛排的形状了 用你干净的小手,将豆腐在手中团起一个适合大小的圆 再用手掌的力量将它压平,修饰边缘即可 普通超市卖的一盒250克走的豆腐可以做三个这样大小的牛排 非常适合减脂期间饱餐一顿 平底锅加热之后,放入硬币大小的适量油 这样摇晃平底锅,使油均匀地分布在平底锅上 可以防止煎的时候粘锅 放入豆腐的时候一定要小心 豆腐非常容易碎,而且豆腐很容易就熟了 所以说最好用中小火来煎 可以用一把小勺子来修饰豆腐的边缘 防止在煎的时候碎掉 听到这鱼耳的声音了吗?一定超级美味 最后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可以跟我一样来这样摆盘 虽然吃的是豆腐,但是一定要按照牛排的规格来走 这样心里落差才不会大哦 最后加上一些蔬菜来点缀 我又放了一点点沙拉酱来提味 真的只可以一点点哦 大功告成喽 怎么样,有没有高级餐厅吃牛排的即适感呢?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道普罗旺斯炖菜 其实就是蔬菜杂会了 需要准备一些茄子、番茄、洋葱、西葫芦,以及番茄酱 选择一个稍微一点深度的锅 加热之后放入少量的食用油 首先呢我们来炒酱 油烧热之后放入洋葱丁 用中小火翻炒到洋葱变质透明 洋葱炒熟之后就可以放入番茄酱了 但是减脂期间呢不推荐大家使用超市卖的番茄酱 因为热量很难控制 所以呢推荐大家去自制番茄酱 番茄切碎 用番茄汁加少量的胡椒、盐、糖 可以调制出跟番茄酱一模一样的口感 加少量的水继续翻炒一到两分钟直到浓稠为止 放入蔬菜之前要先关火 让锅中的酱稍微冷制一下 蔬菜按照番茄、西葫芦、茄子 这样的顺序依次交叉摆放即可 摆完之后用勺子将它们稍微按的平一点 使蔬菜能够最大面积的接触到锅底的酱汁 调味部分只需要简单的加入盐和胡椒 喜欢吃辣的小伙伴们也可以加点辣椒粉 最后炖煮10分钟左右 过程中不需要加水 大功告成咯 这道菜配着米饭和面包吃都非常美味呢 今天呢和大家分享一道超级简单又美味的越南炒米粉 越南米粉会比普通的米粉热量低很多 主要准备一些洋葱和鸡蛋就可以开始准备做饭咯 油锅烧热之后倒入硬币大小的油 在锅中稍微流淌一下 炒鸡蛋大家应该都会吧 我记得我学做饭的第一道菜就是番茄炒蛋 我个人比较喜欢这种炒的比较嫩而且比较碎的鸡蛋 鸡蛋炒好之后盛出来放到一边 锅子重新洗一下再放入洋葱进行翻炒 洋葱炒至变色之后可以放入米粉 越南米粉在烹饪之前可以用清水泡15-30分钟 可以在烹饪的时候缩短料理时间 继续翻炒直到米粉变质柔软 中间可以适当加一些水 因为米粉非常吸水 炒熟之后只需要放入酱油、盐、胡椒 就可以进行调味 最后再把炒好的鸡蛋倒进去 就大功告成了 香喷喷的越南炒米粉 其实有种牛肉炒和粉的感觉 但是热量又很低 饱腹感非常足 谁说减脂餐只有枯燥的鸡胸肉配涮青菜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道雪鱼米饼 需要准备100克雪鱼 80克米饭 半颗红椒 少许西兰花和一颗鸡蛋 雪鱼在处理的时候一定要小心翼翼 把刺全部给剔除掉 或者可以在超市直接购买做好的雪鱼泥 这样捣碎之后呢 加入准备好的红椒 还有前天晚上剩的米饭 继续用叉子搅和搅和 这样搅拌均匀之后呢 再加入一颗鸡蛋继续搅拌 为了保留雪鱼的原汁原味 调味部分我只用了盐和少许黑胡椒 搅拌的有一点粘稠状就可以准备下锅了 油锅呢可以放比平时稍微多一点的油 防止雪鱼粘锅 用勺子盛出一小勺雪鱼 用勺背将它压成一个圆形 或者你喜欢的任何形状 煎的时候呢保持中小火 一面大概需要煎三分钟左右 一面焦黄并且完全成形的之后呢 再开始翻面 像我这种多年经营的大厨 单手就可以翻面咯 如果担心碎掉的话 可以用两个勺子或者筷子来辅助翻面 翻面之后再煎个一两分钟就可以出锅咯 准备好的西兰花用清水抄一下 这样交叉摆在中间剩余的吃掉 大功告成咯 颜值与美味的双重结合 怎么样 有没有觉得减脂餐也可以这么幸福呢 其实减肥餐不过是把美食换一种方式来烹饪而已 养成少油少人的健康生活方式才是最重要呢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道灵感来自于日食咖喱乌冬面的料理 主要的改变是用磨浴粉来取代乌冬面 除此之外还需要准备小块咖喱浓缩酱 鱼饼还有一些你喜欢的蔬菜 磨浴粉本身有一些腥味 所以说在料理之前 需要用清水先清洗三到五遍去除它的味道 锅中水烧开之后便可以下入磨浴粉 磨浴粉大概需要煮三到五分钟 磨浴煮好之后便可以下入咖喱了 也可以用咖喱粉来替代 热量会更低哦 大火煮两到三分钟 让咖喱块完全融化 配菜我选择了和日食咖喱最大的鱼饼 鱼饼的主要成分是淀粉 所以好吃也不可以太多哦 除此之外我还选择了一些西葫芦和豆腐作为配菜 保证饮食的健康和均衡 最后煮三到五分钟 所有配菜都熟了之后就开锅了 磨浴本身几乎没有什么热量 但是也不可以多吃哦 磨浴不含任何的淀粉 因此不具备饱腹感 所以说很多小伙伴都会吃很多的磨浴来增加满足感 反而称大了自己的胃 是否还记得第一天和大家分享的豆腐牛排 今天呢就用箱子的方法来做另外一道超级美味的料理 需要准备的食材有越南春卷皮 西葫芦、红椒还有豆腐 首先在一个小碗中把准备好的豆腐碾 油锅烧热之后放入少许油 放入准备好的碎西葫芦丁和碎红椒丁进行翻炒 喜欢吃肉的小伙伴也可以放一点火腿 蔬菜全部炒熟之后放入豆腐进行翻炒 调味部分呢我放入了半勺的豆瓣酱还有盐和胡椒 开始包春卷了 越南春卷皮需要在温水中浸泡30秒左右 变软后拿出放在盘子上 把准备好的豆腐馅料放入春卷当中 馅料越多春卷的个头越大 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调整 我包春卷的手法也不是很娴熟 大家参考一下就可以了 其实就像包信封感觉是一样的 包好的春卷可以直接吃 或者可以像我一样在油锅上煎一下 口感会更好 春卷皮非常的容易破碎 所以一定要用中小火来煎 过程当中不要太频繁的翻面 一面煎至金黄之后 再翻另外一面 大功告成啦 知道越南春卷大家都学会了吗 春卷的表皮被煎得焦黄 外酥里嫩入口即化 不会做饭不想开火 只想躺着吃美食的小伙伴们 今天这支视频一定不要错过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道 用微波炉就可以完成的美味 需要准备 嫩豆腐 低脂芝士 番茄 还有一些火腿碎 豆腐切片 像我这样摆放在盘中 番茄切片之后平铺在豆腐上面 微波会使番茄释放大量的水分 所以番茄不于过多 之后再摆放上之前准备好的火腿碎 也可以用其他蔬菜或者素食肉类替代 最后最重要的就是 摆上低脂芝士来补充蛋白质 完成之后 在微波炉中中火加热一分钟即可 最后撒上盐和胡椒进行调味 就大功告成了 芝士也是蛋白质的重要来源之一 适当的补充一些低脂低卡的芝士 不仅对减肥有帮助 而且还能改善心情哦 转眼就做了一周的饭了 冰箱里肯定剩下不少菜和饭 今天呢就和大家分享一道韩式拌饭 经典的韩式拌饭主要的食材是 菠菜、豆芽、还有鸡蛋 剩下呢就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 添加咯 把所有的菜焯熟之后 准备一个小碗 倒入80克糙米饭 再把准备好的蔬菜摆放在旁边 喜欢吃肉的小伙伴呢 可以加一些鸡胸肉 其实有一道重要的配菜被我给忘记了 就是泡菜 我的冰箱里主要剩了很多火腿和鸡蛋 所以说就从它们来摄取蛋白咯 韩式拌饭最精华的部分就是这一勺韩式辣酱咯 完成了 是不是超级简单 即使是不喜欢吃菜的小伙伴 也可以通过这一道韩式拌饭提高自己的蔬菜摄入 而且方便快捷 烦恼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 就来这一道拌饭吧 炎炎夏日没有胃口吃饭怎么办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款夏月甜品 需要准备山药、红枣 还有一些葡萄干 山药切断之后和红枣一起在锅中蒸15-20分钟 首先来做枣泥 红枣去糊之后放入这样的专门倒蒜用的大理石容器 我又另外加了一勺黑糖来增加甜度 之后备用你的红荒之力把它们捣碎即可 接下来来做山药泥的部分 山药去皮之后用小勺子捣成山药泥 其实我发现用手捏会来的比较快 但是过程太残忍了 还是不给你们看了 模具那层刷一层薄薄的橄榄油 方便一会脱模 之后再把准备好的山药泥在底部塞上一层 填充的时候尽量用勺子被把它压实 之后中间再放上一层枣泥 最后再加上一层山药泥封底 用力的挤压 一会脱模的时候形状会更好看 脱模的时候可以尽量慢一点 这种专门做糕点的模具 在马叔叔的杂货铺很容易就买到了 做好的山药红枣糕可以放入冰箱冷藏一到两个小时 口感会更好哦 今天我们来探索鸡蛋和土豆能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需要准备土豆鸡蛋洋葱小葱蒜拌还有奶酪 首先呢在烤箱预热到180度以后 在土豆上戳出一些小孔烤30到40分钟 烤好的土豆呢挖出中间空的部分 倒成泥 把所有准备好的配菜切丁 油锅烧热之后加入小量油 把准备好的蒜拌洋葱进行翻炒 洋葱炒至变色之后加入土豆 盐胡椒调味 把炒好的馅料重新的装入土豆当中 上面放上准备好的马苏里拉干烙 拌片就好不要加多 之后呢再加入一颗鸡蛋 这个鸡蛋实在流动性太强了 不要介意哦 最后呢撒上一些葱花就可以进烤箱了 烤箱预热到180度 上下火烤10到15分钟 看到鸡蛋表面焦黄之后就可以出锅了 鸡蛋和土豆搭配着奶酪的浓香 这一口简直融化心扉 想要了解更多的健康减肥食谱呢 别忘了关注一小的频道 弹幕评论留言给我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咯 拜拜